斗阵特攻世界杯将再度回归 暴雪娱乐提供 记者陈耀宗综合报道 一年一度斗阵特攻世界杯将再度回归 今年赛程同样分为小组赛 及最终八层赛程 主办国将落在法国、南韩、泰国及美国 上述四国将可无条件参赛 而全球平均玩家实力前24名的国家将拥有参赛资格 去年台湾队友闪电狼战队全员组成 不幸在小组赛杀鱼而归 今年渴望再次看到台湾队伍在国际赛场发光发热 即日起至第九赛季结束 各国前150名玩家的平均实力排名前 20名的国家将受邀参加 2018年斗阵特攻世界杯暴雪娱乐提供 根据官方规章 世界杯参赛国资格是由即日起至第九赛季结束 每期时间4月28日 官方将追踪各国前150名玩家的平均实力排名 包括四个主办国在内的前24个平均实力 最强国家将获得参赛资格 至于国首选拔方式 一如往年各参赛国的国家代表队评选委员会将由经理教练及社群领袖三人组成 并分为两阶段于5月进行报名及投票 在由评委会于6、7月举行国家代表队选拔 去年斗阵特攻世界杯由外星人战队南韩队所拿下 相信今年各国地球防卫队会持续努力防堵外星人的强大攻势 台湾队去年被分 在G组小组费虽然连过实力较弱的巴西纽西兰两关 但在与美国队争夺小组第一时不幸落败 因此得对上H组第一的英国队惨遭玩风 无缘挺进Blizzcon最终八强 2018年斗阵特攻世界杯即将回归 并预计在11月于南加州写下最终章 包卷娱乐提供